在新竹山上有一间知名的民宿 不仅风景优美 老板的好厨艺更是一大卖点 那么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老板本来是大饭店的主厨 因为怀抱着回归自然田园的梦想 来到了乡下开餐厅 没想到现在是一炮而红 也建立起了心中的桃花源 夜幕低垂又到了晚餐时刻 新竹横山荒郊野外的山中餐厅 充满人味和菜香味 外头客人已经食指大洞 大厨许金生在后厂厨房里 正在和客人的筷子比速度 蟹黄豆腐主角先要大火炸过塑形 外酥内嫩的火候多一分咸泰椒 少一分口感层次不够分明 炸好后再和蟹黄花枝一起热炒 倒进砂锅诱惑嗅觉味蕾 而大尾的新鲜草虾 做完一小时的绿茶玉先炸再炒 刚刚泡过那个绿茶 再给它炸下去 再给它弄一片糖粉下去 那吃起来脆脆的 配上油炸乌龙绿茶 解油去腥飘散茶香 绝妙搭配一点都不乌龙 自己想说黑白皮 皮要用出来这样 可以啊可以啊 那个味道很香啊 那客人都很喜欢 做菜40年许金生行走江湖的招牌手工菜 还有这一道红烧狮子头 现卤大排菜配上后腿肉或者板豆腐 先炸再蒸半小时的超大肉球 30多年前许金生在军中当火防兵时 就是靠着这一位 让当时的大将军郝伯春印象深刻 还有这一道坚持要温体黑毛猪 才能入选的经典东坡肉 火火就是我们开了 那个开了以后对不对 再给它关小火慢慢去 去给它熬这样 放一点冰糖下去啊 还有那个红菊 入口即化的花溜 不太丁一不太减 要师傅40年经验 细火慢熬4个小时才能成就 一上桌4分钟就被一扫而空 他是问我不是问你 非常好吃 就是不想跟你讲话 我想要继续吃东西 他们的蔬菜没话讲 他们的肉 他们的肉类真的是做得非常有水准 就是东坡肉啊 还是那个一般的卤肉 还有狮子头 这些菜真的做得非常棒 距离新竹市区 约一小时车程的山上餐厅 靠着飘船山下的美味 吸引了老涛专程上山解餐 其实这里不只是一间餐厅 还是别具特色的民宿 它有一个那个核花池 对所以它这间叫水之店 读动Villa市的两层楼房间 墙上的木雕作品 悬挂的藤边吊灯 装点温馨舒适的南洋风格 大落地窗面对的是五指山 炎颇山蓝和幽景闲市自然无价 屋顶上的玻璃天窗 白天节能采光 晚上可以躺在床上数星星乳眠 看不到不是啦 不会曝光啊 看得到星星来都不会曝光 不会曝光 雅致的民宿设计不是出自建筑师之手 而是她老板娘林玉敏 设计里面是从装潢杂志和出国度假得来的灵感 房间内的窗帘床罩和摆饰 全都是她从巴厘岛扛回来的 那时候那一团的话刚好12个人 然后一个人是不是25公斤限制 结果12个人的东西 重量多给我还不够 还给人家借你知道吗 结果有一个就很怕 以为我是要换毒 她说不要不要不要 而民宿旁边一大片的橘子园 免费现彩现吃也是一大卖点 在都市他们都没有这种经验 给他们来这边可以了解一些农村的那个 然后也可以让他们知道 人家当农夫是很辛苦的 用心经营加上大厨的高超手艺 一搏二十做出烤杯 林玉敏的民宿在网路上知名度居高不下 不过会做出如今的成绩 也是从错误开始的 许金生退休前是台北华国饭店的主厨 还开了知名的快炒店 夫妻俩累积千万身价 一直有田园梦想的许金生退休后 在偶然的机会下花了2000万买地盖房子 准备开个悠闲的庭园餐厅 当作人生下半场的舞台 没问题 这个跟我们店呗大白生的 跟来这里不一样 大大的不一样 炒菜一流表达木娜的许大厨没想到 因为位置太过偏远 菜就算好吃也很难吸引人 大老远跑上山来 前两年生意惨淡连付水电费都不够 结果连假日的饮料都没有 真的当初真的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然后你不准备又怕人来 要准备又没人来 真的实在是 真的就是 那就是想说 人家说什么南下 这个我不会成语 成语我不会讲的 就这样子 两三天外的积蓄 全部住进山上这个大套房 一生努力竟然全输在浪漫的梦想 那时夫妇俩买靠无法塞 好啊 那时候我也在想 要不然这样子 一把火烧掉 就解决了 因为心里真的 人家那时候真的很乱 然后或者是说请怪手进来 对不对 两三下就倒掉了 虽然心里不要想 但是不能这样子做 后来林玉明想到 欧洲好像有一种 位在偏远乡下的民宿餐厅 时刻必须要住宿 才能吃到大厨的精湛手艺 他心想也许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既然搬不转人就转嘛 那我们就来更改民宿 为了拼最后的机会 夫妻俩不只人转 还把房子也给转了 他们拿土地贷款 把当初为了风水 而牺牲景观的餐厅坐项 搬家做修正 然后再准修盖房间 要经营民宿 从来没有汽车旅馆去出过 也去尝试到 都不知道大门怎么进 到汽车旅馆进去的话 车子拉骨进去有没有 我还问他说 是这样子睡在车上吗 后来有山有景 有特色有美食的民宿 就这么打出名号 徐金生的厨房忙碌了起来 隐居山上的美味 也口耳相传 稀客上山 然后就边炒 还会边炒菜 还有一个山歌厅 有时候那客人就说 今天晚上的晚餐一定很好吃 我问为什么 因为那个厨师在里面边唱歌 我说你来行 我就进去跑 你比较小的 很难听 快乐的大厨也是勤劳的自耕农 健康养生是和客人分享的乐趣 当初离开城市喧嚣的桃花源梦想 几乎就在眼前 那你没有坚持的话 你看我们年纪也是半百了 那你又回去 能见得人吗 那是民主的问题了 对吧 硬撑啊 山居岁月优贤愉悦 徐金生和林玉敏提醒有相同梦想的人 要有完整的计划在付诸行动 他们欢迎大家上山一起分享过去的经验 和不放弃坚持后的回甘滋味 每一个精彩人生都在台湾一千零一个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让海音慢慢说给你听 别忘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